摆在书上种类多元的书籍都是作家阿德瓜的作品 民国92年阿德瓜出版第一本书 《自然观察图鉴蝸牛》 获选好书大家读及第28届金领奖科学类入围推荐书籍 从此便开启他的写作生涯 阿德瓜是位小学老师 目前在屏东市民生国小任教 本名陈文德 喜欢新奇事物的他 创作的书籍很多元 包括儿时故事 生态环境 历史 唐诗等 至今已写了40几本书 其中《小四爱作怪》系列套书 内容都是他的儿时趣事 而灵感常是来自教书生活 以这些校园生活故事为主体的 为舞台的那个故事的话 跟我当老师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周边看到的孩子他们发生的事情 都触发我写出的灵感 《小四爱作怪》全套共识册 其中有两册获得出版当年 好数大家读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 这套书由一群四年节孩子领衔主演 每本书的内容各成一个主题 以短篇章节呈现 搞笑且贴近校园生活的故事 吸引学童阅读 喜欢这本书吗 喜欢 为什么 因为情节很好看 喜不喜欢上老师的课 喜欢 为什么 因为老师上课很有趣 那喜不喜欢看老师的书 喜欢 为什么 因为老师写的书都很好看 而且又很有趣 最大成就感就是孩子从书当中 他们得到一些东西 但是最让我感到感动的心关心味 就是说一些不太爱看书的孩子 他们接触到小四爱作怪之后 他们觉得书很有趣 他开始变得喜欢看书 然后因为开始看书之后 他就觉得其他书也很有趣 那启动他们阅读的念头 陈文德说 写书最大成就感 就是透过教义阅读的课外读固 培养学童阅读兴趣和能力 目前他写的书 以适合国小学童阅读为主 他也曾受邀至许多学校 分享创作历程 期盼借此推展阅读风气 激发学童阅读的动机 评论新闻张荣亦阵阵 采访报道